詞曲 李宗盛 雖然簡單的講話跟鼓勵 但是我們也可以深刻了解 劉炎濤先生的研究 之所以為眾人所知 而且越來越重視 成為兩岸三地最重要的一個書法家代表 那真的是 也多虧了劉炎濤先生的貢獻 我今天大概就是要分享這一塊的 那劉炎濤先生 與佑勵先生 他們在以前 所對的歷史 能夠為人所知 為人所敬重 當然最主要的 也要感謝我們當代的劉彬彬女士 非常熱情的 保存了佑勵先生 跟劉炎濤先生 大部分重要的作品 跟文獻資料 而沒有閃失 讓我們不斷的有機會 可以透過他提供的 這些很重要的文獻 來進一步深刻的研究 這個是非常少有人一個現象 也算是我們台灣之光 這個是我補充的 當然我剛剛的話題有點中斷 就是跟大家預告的就是 林永發老師非常認真 他還特別有一天晚上專程去找我 就是想要跟我聊一下 于佑勵先生的草書 他覺得于佑勵先生的草書 好像跟太極有一些關係 雖然他並不練太極拳 可是的確 他想要從這個書法的草書 是最簡約的一個形式 而草書的靈動呢 剛好呢 于佑勵先生講求的就是活筆 無死筆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是一種很松活的心態 很高妙的技巧 很松活的心理狀態 很自然的書寫 例如說呢 他最常講的寫字歌就是說 其筆不停滯 若筆不做事 自迅速 自輕快 自美麗 這種很自然主義的一個表現 也是我們在功夫上 太極的最上層的一個功夫吧 那這個當然題外話 因為我們看到我們的少林的大師 林朗老師呢 在場就想到功夫 其實功夫的最高的哲學意涵 不外乎是禪道思想 不外乎是道家思想的一個融會貫通 這種禪或者是道的這個思想 又偏偏跟書道的最高的境界的 這樣子的一個追求呢 其實是完全互通的 所以書道也如同是武學一般 好這個是題外話 那其實這 這一兩個月 已經行政工作的關係 那特別是最近呢 華辦大學呢 除了很重視藝術跟設計之外呢 最近我們成立佛教藝術系 佛教學院跟佛教藝術系 但因為各種因緣的關係 那我不得不呢 也兼待佛教藝術學院的院長 所以呢要希望把佛教藝術呢 結合原來的佛理 再加上佛教各方面藝術 包括書畫 包括建築跟雕塑等等的佛教藝術 能夠發揚光大呢 所以呢 做了很多的一些行政的工作 希望在108開始呢 把這一項呢 也做為了 台灣很重要的一個 教育重點發展 那剛好呢 我們知道 何伯慶先生 就是我們 何尚史書法藝術基金會的董事長呢 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大善人 也是一個佛學家 也是一個非常 在佛教推動上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人物 所以每私集這一些呢 我想說 我再怎麼忙 也不得不來 更何況呢 我在 民國95年的時候 研究所剛畢業的時候 的第一份工作呢 就是來 何尚史基金會 負責策劃展覽的工作 也就是我第一個單位 何國慶董事長等於我第一個老闆 當然以我現在的年紀來講 可能是最後一個老闆 好 那再更重要的就是 劉彬彬老師 經常對我很鼓勵很肯定 然後對我的幫助非常的大 所以我本來想說 我最近啊 這個講座應該是沒有資格 因為太忙了 應該是會準備不周 可是呢 這個 這個劉老師 特別交代的時候 我也不能推辭 這麼好的一個三因緣 我無論如何 都要準備 大家分享 好 那這番話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分享的不好不周到 那請大家多多見諒 多多見諒 好 那那個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議題 也就是因為熊怡靖老師呢 跟林永發老師 都對劉彬彬先生的 在繪畫方面做過深入的研究 那我想那我就是 偏向於他的書法跟研究方面 多跟大家分享一些 然後稍微的我們能夠分工 能夠分工 那因為我也長期 留意跟研究 與宥仁先生的書法的特質跟影響 所以呢 能夠擴及他背後 更多的一些因緣 我想這個是我們作為關心 與宥仁學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所以我把這個主題定為 呈現起後 關於劉彬濤先生 對於宥仁先生研究中的 重要的一些關鍵的貢獻 在哪裡這樣 也許呢 我們很多 平常就留意 兩老的人 多少有一些知道 但其實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像我們剛剛 彬彬老師說的就是 好像呢 經常挺模糊的 甚至呈現一種 謎的狀態 說到謎 就有一個有趣的話題 我又想到了 我該不會因為多話呢 還沒有講到重點 兩個小時就過去了 我要好好提醒一下自己 因為呢 對於大人 我來猜肚子可以說 可千萬不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可以塑進的 甚至不是一年兩年 可以談完的 所以呢 我往話題一看 就講完不完 那這個謎啊 就是包括了 就是我們長時間 因為兩老呢 已經先去很長的時間了 所以呢 監察院 我們要培養這些名人的 一個殿堂 久而久之呢 我們都忘記了 監察院那三個 這麼雄強優美的字 到底是誰提的 這樣子 那就有很多的說法 當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 優人先生 因為那個字看起來像 未卑 像早期的未卑 然後監察院也是在17年成立 19年正式運作 那與優人先生成為正式運作 那那個年代來講 以優人先生來提寫監察院 也是很合理的一個想法 那但是呢 總是沒有一個定義論 也曾經跟我講過 他好像曾經聽過父親說 不是優人先生寫的 但是也沒有確切 到底是誰提寫的 於是呢 久而久就成為一個謎 於是我就很好奇的 再去追索 那這個中間就不再贅述了 經過很多的就是調查 或者是說 我們對字體的比對 歷任的院長 以及可能性作比對 最後我們確認呢 其實他是集孫文先生的書法 也就是說 是孫中山先生的書法 是集字的 因為孫中山先生14年離開了 所以不可能為監察院提字 但是可能為了要遵從他 還是用他的字集合起來 成為監察院立法院考試院的 最早的這樣子的一個招牌的文字 那這個迷就離開了 那我也把這個論文呢 發表在這一期的典長雜誌上面 這一期的典長雜誌 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交代 而且我也特別帶了兩側 要來這個 呈給那個劉冰冰老師 劉冰冰女士 因為他說 院長也挺關心這件事情 讓他擺在案頭上呢 有人巡集的時候 就直接可以讓他看論文 然後還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這個是題外話 也就是這些話題 都是因為時間久遠 大家都忘記了 但不應該忘記 幾年前我做一個國家的研究案 做了一年的調查 就是調查什麼呢 就是余佑任所提的招牌 余佑任所提的招牌 因為余佑任所提的招牌 現在的人大概只記得鼎泰鳳 三個字 因為他把它行銷得非常好 但是余佑任提的招牌 據齊老回憶啊 在50年代 60年代的時候呢 那重慶南路那一帶 遍地都是余佑任提的招牌 那我很驚訝 所以去兩三次去考察 都沒有半支招牌 是余佑任所提的 只剩下一個代書事務所在籠上 這樣子可能也慢慢地快要搖搖欲墜了 因為私人的招牌 只要換個老闆 可能招牌就重新換過 所以非常可惜 據說呢在70年代左右的時候 日本的文化訪問團呢 都很喜歡來台灣 觀賞名人所提的招牌 接到文化就是書寫文化 背後就是歷史 就是人文 所以端看那個招牌的時候 就有非常多深層的感動 尤其是曾經在台灣 生長生活的人特別有感覺 可是經過幾十年以後 都模糊了消失了很快很快 可是呢這麼多重要的名人 在以前所努力過的 所貢獻給我們這個土地的 是不應該忘記 可是我們真的忘記了 所以於是呢就會有很多的話題 需要我們比較辛苦比較努力的 再重新再去整理 再去閱讀 甚至呢再重新發展廣大 希望他還可以繼續 在我們的研究裡面呢 產生非常重要的一些關鍵作用 因為歷史就像一面敬余 那關於劉元濤先生呢 我實在是不敢多言 因為余佑任先生呢 我是做比較長時間的一個研究 但劉元濤先生的狀態呢 是想了解但還很深入的研究 但我剛剛有說呢 是 我剛才有說 就是因為這個善音源的話 我們不能推辭 所以一定要來那個 貢獻一點微博之力 那那個 我就比較特別的就是從 我對於劉元濤先生的一個 初步的認識跟姻緣 來展開今天的這個話題 這樣 首先呢當然就是比較特別的 我在 比較年輕的時候呢 就是 比較喜歡玩物上智 會收集一些前人的東西 比如說那個詩稿啊 或者是書信 來自於書畫 特別是詩書榜號 大概是二十歲左右 就有這個雅號 希望玩物上智 久了以後 可以不養智 把前人的這種藝術才華 也能夠吸收這樣子 好 所以在大概二十幾年前 在我的心儀的收藏的對象裡面 就包括了劉元濤先生 就包括了劉元濤先生 好像這個已經收藏非常久了 大概最少有二十年了 就從這個音源開始 應該也是 劉元濤先生的收藏 他畫的是藍石圖 他畫的是藍石圖 那這件作品 我每每每再重新彰掛出來觀看的時候 還是非常的有感覺 甚至說很感動 因為表面上看起來呢 雖然是一個很顯手的藍石圖 但是因為它上面有提詩 所以提了這個詩以後 我們發現我們從這個藍石圖裡面 可以窺見這個人在作畫時候的一個心情 或者是他所回顧的一個歷史狀態 這個部分他這麼寫的 登高跳遠 如讀宋譽悲秋 如讀王燦燈樓 雖性美 雖然感覺到很美 但是後面比較重要的他說 而非無土 不無河山遙落之感也 雖然這個詩非常美 來表現大好的江山 美麗的樹 當然藍石是相當清高的 可是美是美 但心中不免有一些遺憾 來了異鄉異土之後 還是每每會想及家鄉 這樣子的一個很苦澀的感覺 就在這個清晰的畫面裡面 含藏在裡面 所以雖然是送給指食我兄 跟朋友之間的交流 但是還是把這個心情給表現出來 這個就非常特別的 在這個藍巢裡面 表現的詩之美 畫之美 以及對於時空的感嘆 那似乎也就會隱隱然讓我們看到 他的人的整體的一個氣格 原來梅蘭竹菊的清香至於 原來有那麼悲壯的情緒 所以經常會讓我們有一種 耐人尋味的這種感動 另外有一件作品 這個打錯了 這個是王湘漢的作品 他可能不是非常重要的名家 大家比較不熟 他的山水畫畫得很好 但是上面呢是由這個文人 詩人劉太熙先生所提的 太熙先生當然也跟劉炎濤先生 跟張大先生非常的熟識的 才華非常的高 除了書法寫得非常靈動之外 尤其是詩文的能力呢 是極其高妙的 但是他並沒有提自己的詩 他反而超乎了一首 劉炎濤先生的詩 可能覺得這一首詩更適合這個山水 上面是這樣寫的 落水無深 雲隱薄 小舟蕩出 滿山春 一心不掛 空千結 史性天魔 亦可清 這個是劉炎濤先生的一首詩 這首詩寫得太好了 連這個詩家劉太熙先生 應該都非常的讚嘆 除了表現山水之美 最主要就是後面兩句 當一心不掛 當你的心可以放下 開悟的時候呢 那千結萬結也就放下了 這個時候啊 就算是天魔啊 你也覺得無所謂 也可以清淨的 也就是心中沒有魔障 所以後面兩句話 完全就是一個通透開悟的心境 通透開悟的心境 從這個美感 一直轉向於內在的一種 放下跟開悟 都是這些重要的文化精英 也許來了台灣不能再過回鄉 也許必須跟這個土地 重新培養感情 也許斯文的才華不能得到朗線 也許也許也許有很多的無奈 心中有很多的 原來有很多的惆悵跟怨恨 但是都學習到一種很高的智慧 終究要放下 終究要放下 而面對的不僅僅只是情緒生活 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意義 所以這麼好的一首詩 就從劉延濤先生的詩文裡面 透顯出來 而被知音劉太熙先生所選用 就提在這個上面 所以說實在這張畫 這張畫雖然畫得很好 我不是衝著這張畫收藏 我是衝著這首詩 這個文句而收藏的 讓整幅畫特別感到 非常的立體 非常的深厚 當然這個就是劉延濤先生的 這個詩文的魅力 當然一個有才華的事 不是只是展現他文字的才華 如果他背後的思維 他的生命沒有那麼的深厚的話 沒有那麼的感動的話 那是沒有辦法生發出這種 沒有辦法生發出這種妙語出來的 這個是不可分割的 那麼也因為這樣子 我在我收藏的幾件 劉延濤先生的作品的因緣裡面 當然就會有一種 閱讀 學習 欣賞 以至於喜愛 甚至讚嘆的情緒 所以大概幾年前 幾年前 就不得不赤之買了一件 他非常好的一件大的作品 就像剛剛掛在後面的作品 這麼大一件作品 那掛得非常好 就是他非常標準的山水畫 他最為我們現當代繪畫界最為推崇的 大概就是他的水墨畫 水墨山水 尤其是純的水墨山水 不加染色的水墨山水 往往了了幾筆 縱橫交錯 如畫似血 能夠一寫胸中之氣 這樣子的一個很簡易 很野意 飄逸的意 很野意的這樣子的一個山水畫 最令人感動 最令人感動 所以我看到這張畫的時候 我也非常的感動 特別是因為它是原來的裝表 沒有被拆過的 所以更能感覺當時 人跟畫之間的時空的 特殊的一種時間美感 也可以說是一種莫名其妙的 練就感吧 這個局部可以看得出來 有一個人 可能就是代表著一個 不高的高士吧 坐在懸崖邊 鄰流聽鋪 希望能夠感悟人生的大道理 也許因為這樣子的風景 全身就讓它整個通透了 就算天魔亦可清啊 也就把所有的不滿也就放下了 我想畫面也是這樣子的心境 詩文也是這樣的心境 所以它的畫的確 細細觀來應該是 畫中有詩 詩中有畫 而且它的詩呢 又特別會有一種空闊 會有一種悲壯的情緒 讓我們更感覺到 那樣子的一個山水風景 它背後 在淡雅的背後呢 更有一種 一種 非常 非常開闊的精懷 經常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那細部的地方可以看得到 它最精彩的地方 還是在於它的淡漠 尤其是極淡的淡漠 在它極淡的淡漠的時候呢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質 也許是刻意 也許是不刻意 也許是一個方法 也許也不是一個方法 反正無助身心啊 無法而法了啦 在熟練之極啊 可以是妙如通神啊 那你看它的淡漠 偶爾又會出現一絲絲的濃漠 也就是它的筆啊 是整個岔開的 某些尾端 或者是某些筆尖 它可能也含長一些殘漠 但是它就是任筆為畫 所以在極淡處又經常會出現 一絲絲的濃漠 這看似隨意 但是這是最不簡單的 也就是淡中有濃 簡易中有凡 凡 直接把這個虛實陰陽呢 表現得極為生動 所以我們看 看它的話呢 特別我個人看到這種效果的時候 我就特別歡喜 特別喜歡 好 就是類似 好 像這些 像這些 就是膿跟膽之間交錯的時候 其實它是同一筆 但是在筆毛啊 筆毛的邊緣或者尖端呢 還含長一些沒有調勻的濃漠 或者是樹漠吧 它就會產生這種很自然的交錯 那很簡易的筆法裡面呢 就把那個延史的多層次給表現出來 但總的來講不妨礙它的淡雅 不妨礙它的淡雅 好 這是非常高明的一個畫法 63年 也就是它67歲左右的一個 比較晚一點的作品 非常的老辣 另外比較特別的 從很不一樣的面向 想來了解劉彥濤先生 那這個也是第一次貢獻給大家 我們在這裡能夠在下午茶時間 大家聚在一起 也是一個善姻緣 那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資料 在收藏的這個品項裡面 可以說是一些文獻 一些文件 這文件很特別 因為早年呢 我們台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單位 叫做中山文化基金會 然後每年會選 把中山文藝獎的代表藝術家 那早年的中山文藝獎 得到相當不容易的 相當嚴苛 因為當時的前輩群體裡面 各個都是精英 人才被除 人才被除 所以呢 選拔了非常多重要的文藝獎 然後給予三十萬的獎金 哇 在當時是相當嚴苛 也是至高的一個榮譽 當然 這個 老前輩得到以後 中庄輩得到以後 慢慢就年輕化 那年輕化以後 一直到 停辦的後半期 可能他的代表性就沒有那麼高 所以大家就漸漸遺忘了 但是如果是劉延濤先生 他們那個時代來講的話 中山文藝獎是相當困難得到的 而且獎金是極高 而且極具代表性 只要得到這個獎 在當時來講 就是等於國家最重要 最專業的藝術家 或者是 以出版來講 就是最重要的學者 有一些文件 剛好這些文件也是 很美妙的收藏到的 那裡面有一些 在當時劉延濤先生 經常擔任評審委員 那按理來講 這些作品是不外流的 原來是基金會存藏的 那是什麼原因 不知道就外流到拍賣市場 所以呢 收藏家就可以買得到 等於說 人事已非 事過境遷了 我想這些評審的過程 也可以解密作為一種研究 也可以解密作為研究 因為當事人 大部分不在 但少部分在 但是年事已高 我想這個也沒有什麼不好的 也就是說 讓我們更清楚的去看到 評審過程中的刷页 或是人情事故的一堆筹 好 那我們看 方仲義先生 這個也是大千先生的弟子之一 那他的藝術成就也相當不凡 也相當不凡 那他的申請中山獎的評審裡面 一般都是三位評審 三位評審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包括了知名度 在當時影響力很高的馬壽 他給他評78分 上面寫著水墨松柏 水墨松柏 水墨松柏 有四幅評 用筆 儘見之家 覺得他畫的用筆很見 還不錯 這樣子 所以給了78分 劉炎燈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位評審 他給他65分 然後孫雲生先生 他也是同門 同門大千先生的大弟子 在大封堂重要的弟子 也在師大擔任過 長時間擔任過教學的工作 孫雲生老師給他45分 45分 他上面寫什麼呢 筆墨自呆 欠靈活 提示一家 提得不錯 但是筆墨太笨拙 當然以他的高標準 或者以大千先生的靈動 潑墨潑彩的高標準來講 當然 學生們都不急 學生們都不急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他很嚴苛 或者嚴苛之餘 多少有 會不會有同門相繼的情緒 就不知道 這個分數是離奇的低 離奇的低 高逸宏先生給80分 算是給的比較高的 高逸宏先生也是 在當時的一個 書畫的一個領袖人物 影響力也非常的大 他基本上是一個蠻良善的人 也就是人際關係特別好的 因為錢費 所以他給的比較高一點 上面寫什麼呢 筆墨上家 四賢草帥 還是給80分 四賢草帥 還是給80分 你看他人多好 人不錯 夜公超給50分 夜公超 但是沒有評語 就是 沒給評語就是不好說 或者是 就直觀吧 這樣子 好 好 我們再回顧這個分數 就很微妙了 50分 80分 45 65 然後70 78 好 那這個分數群裡面 差不多平均分數在65到70之間 可能就是65左右 我們沒有細算 但觀改上面 劉炎帥先生的評分最重很 他也不會因為人情的關係 我給你特別高 也不會刻意打壓你 不會 而且畫風基本上一定跟他不同 跟他的美學觀也不一樣 但是你看他的評分 這本來都不應該公開的 只是為了要說明 劉炎帥先生內在他在想什麼 這個當然也只能揣測 但是揣測起來還蠻有意思 還蠻有意思 在不能說的秘密裡面 讓我們窺見一個藝術家曾經想過的那些點點 好 那我們就略過我們再繼續看 其他不好說的就自己去揣想 劉優應該有聽過吧 是非常有才華的 在師大美術畢業以後 還曾經很長時間擔任記者編輯很有才華 就很有文才 寫新詩寫散文 然後呢 兼水墨畫 當然現在也還是屬於我們當代水墨的一個 活躍的一位前輩了 現在應該七十了吧 這個時候是他29歲時申請的 就是非常年輕的時候 就送出這個大獎 來試試看 來試試看 好 我們看 劉嚴濤先生給他80分 剛剛可能是 已經多少社會地位 比較確定的某一位前輩 他還沒有給那麼高 但是這個年輕人 他給到80分 所以可見他在給分的時候 也不分老少 就是他覺得有才華 榮獲你都還沒有30歲 我還是覺得 世代不能埋沒你 這樣 但是我發現他的分數都不離譜 都不離譜 沒有那種激動 就是我特別給你 就是我愛你嘛 我就給你特別高 或者你那麼優秀 我就討厭你嘛 我就給你特別低 似乎看不出他這樣子的不理性 他一直都是非常理性 也就是說他一直都習慣用客觀分析 來思考他的分數的那個range 這個有關係到我們之後 為什麼能夠理解 宇佑任先生為什麼那麼倚重他幫忙 作為最重要的秘書 然後呢 幫他做學術上的做事情 這絕不就不是能力的問題 是人品的問題 不是能力的問題 是人品的問題 這絕對不是只是 人的才華的問題 而是品德的問題 好 那我們看其他的人 當然也有比較高 也有比較高 孫雲生老師76分 劉勇 孫雲生老師也在師大教 劉勇也在師大學習 高逸宏老師給85分 葉公超 他好像比較極端一點 他給的都不高 70分 然後 馬壽華 80分 所以在這個群體裡面 還算蠻平均的 那這一次的劉勇 年紀輕輕 就得到中山 會影響 英雄出上年 那 從劉延濤先生的80分 就發現 他還是沒有偏離 這應該有的 君子 如果我們以最客觀的 奧運的 體操表演 往往為了要客觀 都會刪去最高分 跟最低分 為了什麼 要採取最客觀的君子 雖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希望評審多一點 然後去投去尾 那中間的平均值 可能比較接近客觀 因為藝術表現 沒有辦法絕對的客觀 只能相對盡量客觀 這樣 所以呢 我覺得呢 劉延濤先生呢 在奧運的比賽場合裡面 都是那個 不會被刪掉的那個 經常不能說百分之百 但是呢 經常就是屬於 他比較接近 客觀的一個狀態 來呈現出他的一種 所謂的學術精神 這個遙控有一點 好 那還有我們這個 有時候 張光斌先生 張光斌先生呢 在那個 郭公博物院 書畫處長退休 那他一生呢 作品滿 作品等身 作等身 是一個非常用功的老前輩 然後呢 這個是他在55歲的時候 所送見的 所送見的 那 比較特別的 他送的是著作 他參加的是著作的講著 他出了一本書 他出了一本書叫 《元四大家的研究》 《元代四大家的研究》 那就有不同的看法 有包括文學家對他的批評 以及像 劉延濤先生他就不是只是室文的專長 而是他是堅集一個藝術家的身份 那還好有這個藝術家的身份 你能夠體會 這個所謂寫畫史的時候的 一個藝術身份 這個呢 就是劉延濤先生所寫的評語 你看 寫得滿滿的 首先右邊的內容 將他的五個章節的重點 先操錄下來 也就是說他仔細看過了 這個是我看過的 可能一直包括到當代 在評審裡面看得最仔細的 後面的評語 密密麻麻 寫不像 我們就覺得說 如果一個人想要幫朋友 聊聊幾句分數一打來就可以了 也不必那麼費力 我想重點費也不會太高 可是他不是 他是按照他自己 覺得他想要做的 把它完成 因為這個東西 基本上也是密件 你那麼用功寫給主辦單位 看也只是一個壓在箱底下的作業而已 但是他還是很努力的做了這些工作 把每一個藝術探訪給說出來 他武父 對於背景 個人 能夠詳盡他的背景 然後對後來的研究有很好的參考 對原人的構圖 用力 採用 而且非常有創建 但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其上有可注意者 對吳正的族譜的題詞的解釋 錯誤如下 點點點 很細緻的看了他的內容的一些小錯誤 還有包括了 對釋迦畫法 請再仔細做分析 必有可以啟發後學者 就某部分如果你再深入 可以對後來的人更有啟發 還是有建言 不是阿諭 不是奉承 還是有他的建言 很仔細的閱讀 這個做的真的比研究生還厲害 然後簽名 旁邊給了91分 這個是我看到資料裡面 他給最高的 給最高的 但是呢的確這個分數 完全可以符合張光彬先生 用功的一生 會不會是因為55歲呢 知道了劉延涛先生 對他的這樣子的大力的讚揚 從此下定決心要好好用功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這種因緣 是不可思議的 其他的人呢 包括文學家 就相對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我覺得 畫照永培 這個文史家呢 就給75個分 他可能比較站在 那個文獻考察的角度來講 覺得還有更多文獻 還有什麼的 但一個藝術家所做的文獻 有時候會比較偏向於通論 因為整個宋代的繪畫來講 他的範圍非常寬 沒有辦法做得非常隆長 所以就看你覺得 周全比較好還是深入比較好 然後那個王孟波他打80分 那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 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劉延濤先生對於 非常用功的 因為他的作品 當然不是只有一部書 包括 這個張光斌 張光老他也非常高收 一生把 唐氏三百首不知道寫了幾次 然後出版的著作 文史的研究 就是藝術史的研究 真的是著作等身 還有人格也很高況 也捐贈藝術界很多的資金 來推動很多的活動 是 就是說 當他那個 人數俱老的時候 可以說是我們 藝術界 特別是書法界 最崇敬的前輩之一 那 我想這個 劉延濤先生應該 到底是看到了這一點特質 所以給他很高度的評價 這高度的評價 我不知道 我可能自己揣想的 可能包括人格特徵吧 所以我們了解那個人 除了移動工作外 這個人呢 品德兼優 品學兼優 品跟學都兼優 可能就會再加分 那不同領域的 可能不了解 就完全只是針對你的文字的表面 去考究你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分數的差別 這個我想都經得起時間 再去檢驗 在這邊很難贅述的 那 特別 很特別的就是 鄭善喜老師 鄭善喜老師 是我的老師 本來不應該在這裡分享 但是我想說 各位那麼辛苦 坐在這裡 總要給各位一點小甜點 那鄭老師也是我們 當代水墨發展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代表性人物 尤其是他是遠古 創新 這樣子的一個歷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前輩畫家 他的成就呢 也可以說是有目共睹 但是呢 鄭善喜老師呢 也算是比較早熟的 比較早熟的 比較早 才華就朗線出來了 那他是在48歲的時候 提出申請的 那這裡面呢 就會產生比較多的一些爭議 因為鄭善喜老師 早早走向比較寫意的路線 或者是金實畫 比較寫意的路線 如果還沒有元首的時候 也很容易感覺到 比較簡率 對於傳統畫家來講 有時候是比較簡率 但是呢 沒有這樣子的簡易或簡率 那種寫意的情調 沒有表現出來 就沒有辦法表現 那個畫家的一種 某一種情緒 某一種情緒 所以他的美感追求 基本上呢 不斤斤計較在細節的 反而喜歡表現素樸的 金實繪畫的美感 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但並不是每一個老師都認同的 我們來看 傅娟夫老師呢 善化瀑布的 或者是海浪 這樣子的 傅娟夫老師給予 蠻高的一個評價 86分 他可能會重視心意 因為他本身也是屬於 崇尚創新的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劉彥濤先生 算是比較傳統的 他對於傳統的學養 是非常在意的 不管是詩文 藝術史 文字學 書法的基本功 這些他都很在意的 相對起來 他是非常要求傳統基本功夫的 但是呢 他也沒有很嚴苛的給予很低分 他是給79分 79分 接近80了 這個差一分應該有他的寓意 也許他想 也許他想 也許他覺得說 再老一點多讀一些書的時候 我那幾分就給你加上去 畢竟你現在還年輕 以後還可以繼續送這樣子 四十幾歲嘛 還不算老 夜風超給五十分 什麼評語也沒寫這樣子 就感覺太嚴苛了吧 我們現在再回顧 再重新回顧 再講 正善喜老師 四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算畫得相當不錯了 而且敢於嘗試 對於傳統的一些 靈摩跟閱讀來講 他也相當在意 只是說 他比較不是真的 從形式的模仿一直到寫意的 他可能直接就追求寫意 對某些傳統學習的人來講 是會稍微跳躍一點 但是其實他是非常重視 重視古法的 但五十分來講 是的確是稍微嚴苛了一點 好 高逸宏給八十八分 就是好好先生 高逸宏幾乎不給低分的 從每一個不同的狀態來講 我們看高老師給的分數 就可以知道他的為人就是 就是 就是都良善的 但是劉延濤老師就不是了 他就是 他覺得應該要大家肯定的 這個他就給的很高 好 那如果還需要上代努力的 就相對比較低 但是他不會低到什麼五十分 那四十分 那一下子就把人家給殺掉了 這樣子 還不至於使用這種 所謂的否決權 好 孫雲生老師給的很低 這個應該算 鄭善喜老師的老師輩了 老師輩 就是也是大風堂很重要的 一個代表現 然後我想他們對於 藝術的執著跟表現都是很高的 很高的 但是因為可能畫風的不認同 畫風的不認同 大千先生畢竟是比較從秀養 開始解放的 那那個鄭善喜老師早早 可能就是從精實的圖著 開始解放的 也許他對這方面 對學生這樣子太過快速的解放 不是那麼認同 所以從分數裡面就表現出來 但也沒有評語 也不知道原由在哪裡 但是現在看起來的確 還是太嚴苛了 從兩個嚴苛幾一位 一位較高的分數來看 那個劉炎濤先生 對於我們現在很重要的畫家 鄭善喜老師的 年輕時候的一個評價 我覺得相當重渴 79分 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是我很有趣的收藏 我偶爾就會拿起來翻閱 逐字逐句的再閱讀一下 再去揣想那個時代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到底是想什麼 他的美感標準在哪裡 那時候的人情事故又如何 而現在這個藝術家的表現又如何 那時候判斷準確嗎 或者是適應錯誤 那歷史都會慢慢的給予非常 正確的一個評價 讓我們的研究能夠更深刻 也給我們一些很好的借鑒 以後做研究 真的都要憑良心 以後做研究要嚴謹 以後做研究要客觀 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 雖然是微觀這些文件 但是我非常非常肯定 甚至非常地崇敬 劉彥濤先生的精神 在這種不必 也不需要讓作者知道是誰的情況下 他把持的一個讀書人應該有的瘋骨 應該有的客觀的瘋骨 不阿語也不記仇 另外一個方面讓我們快速能夠了解 劉彥濤先生的一個方式 當然從我的音源裡面 當然對他的話之外 還有他的書法 在我們進一步想要多了解他的生平 還有他的一些著作的影響的時候 我想對他的一些比較應該把握的重點 我們先回顧一下 他的書法大概是早年來講 當然受到很多的材料的影響 包括漢杯 包括衛杯 這種金石的這種材料奠基 所以等於說是入手 就相當的深厚 然後再出入禁堂的法度 最後當然就是受到余悠任先生的感召最多了 一直到善語寫草書 協助余悠任先生整理標準草書 他的行書從最早受到惡王的影響 特別是王羲之或者是歐陽詢的鋼劍的影響 以及行草書 槐樹 張草 鎖靜 這樣子的書封的影響 那到晚年的時候 草書當然還是以余悠任的精神為終 那以標準草書為範 但是一樣融入了早年的這些 不管是味或者是糖 這樣子的一個比喻 綜合成自家的面目 所以等於說是 悲帖融為一如 所以他的書法呢 到這個元首的時候 雖然在過程中必然受到 他所崇敬的余悠任院長的一個影響 但他也很自覺的想要生發出 自己的風格特色出來 這是相當明顯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作品就是 書法作品就極為特別 左側這個對聯是我收藏的 右側就是劉延濤先生的家常 就是劉編編女士的收藏 這個是經常出現在作品集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 也是我看余悠任先生的對聯裡面 我個人覺得他這件作品是 數一數二的代表作 數一數二的代表作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寫得非常的開章 松活 然後呢 也非常的輕鬆 再有些筆意 甚至很明顯的帶有歷書的筆趣 然後呢 那個行書跟草書兼雜 等於說呢 余悠任很放鬆的寫出了很開闊 開章 然後呢 又松活的這個態度 表現了他晚年最高的一個妙境 松活的一個 那個 書法的這個筆意 那尤其呢 劉延濤先生呢 本來就是善於書畫的 善於書畫的藝術家 所以你就會發現呢 余悠任先生呢 這個 書寫了很多作品呢 贈送給劉延濤先生 那幾乎每件作品都寫得很好 特別寫上上款 然後呢 大的作品留給他的那個作品 都是很用心所寫的 也許筆下放鬆 但是都是他比較滿意的 那所謂的 炎濤帝或炎濤老帝 就是代表這關係非常的密切 然後呢 背後沒有講出來的就是 你是行家 我當然不會隨便送給你 我送給你一定要讓你看得上眼 自然會有這樣子的情緒在 所以呢 只要有劉延濤先生的上款的作品的品質 都特別的好 所以尤其 像我所說的這個例子來講 應該是余悠任很滿意的一個對聯 那當然也是劉延濤先生很滿意的一件作品 所以也就影響了他 我不知道他寫幾次 也許他一想到落手就寫 左邊他所寫的應該不是零的啦 因為有行書變成草書的 應該就是他記憶的 也就是被零的 被寫的 在某個場合裡面寫寫送給朋友 或者是自己寫寫就流程下來 可見他已經寄在腦子裡面了 他家常的這件作品他已經寄在腦子裡面 但從這個的對比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之間書封的差異 那個余悠任基本上呢 他寫的呢 比較寬 比較寬 比較扁 曲線比較多 用筆也比較肥厚 那劉延濤先生寫的呢 用筆叫細 然後呢 有些用筆呢 比較乾淨 他節字比較緊戀 比較收斂 也就是說略長 那余悠任先生是略寬 那余悠任先生呢 寫的 叫 叫鬆軟 然後呢 劉延濤先生寫的 比較乾淨一些 這個之間的差異呢 在一樣的字裡面就表現出來了 而這個藍可以看得出來 幼老呢 寫的是一個行書 而這個 偷老所寫的是一個 草書 有這邊的差別 可見它不是對比的 它是對比的 它是異祥所寫出來的 瘦特別的明顯 瘦特別明顯 這是一貫 余老所寫的 就是開章 往外鬆開的 而我們劉老所寫的呢 它是往內收斂的 往內收斂的一個回筆 一個回筆 所以它的最後一筆 相對收斂 沒有那麼長 這樣 那也可見得 他們疏風的不同 追求的不同 我想 這個 劉老對於 幼老當然是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 也非常欣賞的 但從這個例子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疏風還是追求 他自己想要表現的 某一種狀態 而這個狀態來講 他自己應該也非常清楚 就是表現他的個性 從剛剛我們一路來 跟大家分享的這些 很有趣的因緣裡面 這個舉例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很嚴謹的 他的某些用功 或者是某些嚴謹的態度 勝於幼老 所以才會被幼老所引眾 他也是相對小心的 當然他的藝術才華 是不亞於幼老 甚至勝過於幼老 因為他能夠成為一個 重要的水墨畫家 當然幼老呢 他專心於正式 所以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從事繪畫的創作 那這個劉老呢 就他的那個 也許政務的工作 沒有像漁遊人那麼的繁雜 所以他有更多的才華 就被展現出來 所以成為一個重要的書畫家 這個對聯 所以這個對聯對我來講 非常重要 是我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材料 這個是局部的地方 局部的地方也是可以看出來 像這個天來講 下面這筆呢 他採取直線的方式 余幼論是採取曲線的方式 曲線的方式 但是呢一樣呢 有直有曲有粗有細 在一致之間有輕有重 有快有慢 然後呢 有連有段 有大有小 他們一樣是追求的 大小虚實快慢 這樣子的一個對應 對比對應 這樣子的一個美學觀 可是呢還是展現出不同的細節 所以他的作品 如果我們再看他的作品 作品相當的多 尤其最難得的是 這次把真經呢 都展現在各位的眼前 所以我當然就不加贅述 希望剩下的時間 各位可以慢慢觀覽原跡 觀覽原跡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這樣子講來講 有時候還會流於口頭殘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 只是呢 作為講述是必然的 但是真正的感動在 一切盡在不言中 就是看作品的當下 就像江奎說的 觀古之民書 點化震動 如虧其輝韻之時 就好像看到那個人 在寫字的狀態 這個是沒辦法說明的 也就是會有一種靈動的現象 或者是說會顯靈 只有看真機會顯靈 那用講述的比較困難 不過我們相信兩老都有來加持 所以我們都會慢慢的感覺到 有一種特殊的感動 那回去如果你願意落筆的話 落筆如有神助 然後呢就比例大盡 就可以證明了兩老都有來加持我們 讓我們的功力大盡 肯定有 好 這個細節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確它用筆比較剛健一些 節字比較嚴謹一些 比較嚴謹一些 整個章法比較整潔 那幼老相對呢 比較灑脫 比較隨性 比較松活 好 那我們就進入到這個簡單的一個簡介 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安排算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在座呢 有很多的好朋友 包括我看到的研究生 或者是一些聯友也有可能 臉書上的朋友也有可能 我相信 我相信 不是每個人對刘延濤老師都那麼的熟悉 不一定 所以呢我想 對於他的生平 還是需要做一個簡數的 做一個簡數 因為我們是第一場 如果是第三場 大概不要再簡數了 就變成贅數了 那第一場我想 我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先做一個簡數 讓大家快速的了解刘延濤先生的生平 那刘延濤先生1908年生 1998年離世 虛歲92歲 生於河南拱線 因陽目厚瀚黃線清 黃線清高的人格 所以取別號為木華 就是崇尚這個皇家這樣子的 一個 一個瀕瀕自己的一個 心理的想法 成為重要的書畫名家 詩文書畫 享譽當代 甚至現代 在當時呢 與張大謙 鄭曼清 因為都有梅蘭 都有大鬍子 美麗的大鬍子 被畫壇有 所謂的畫壇三冉的美稱 三個大鬍子 都是藝術水平很高的 包括了張大謙 還有呢 太極宗師 正式太極的鄭曼清 以及 劉彥濤 曾經擔任監察委員 長期瀕水漁人先生 劉彥濤先生呢 從年輕的時候 中學開始就開始習畫 從當時流行的畫圃 戒指圓畫圃開始 學習基本的描繪 1925年呢 投考北大跟北平藝專都錄取了 相當用功 選擇北大的中文系 所以他有非常好的一個文學的底蘊 讀了六年 前兩年呢 是一個御讀的性質 後四年就是正式的大學課程 所以咱當時呢 就深受胡氏 錢玄彤 錢牧 顧傑綱這些 名家大師的影響 所以呢 可以說入手不凡 國學功底深厚 也受到胡佩衡的賞識 並親受其畫器 在早年的時候 也受到畫家胡佩衡的影響 1932年呢 經胡佩衡推薦到北平故宮博物院工作 這麼年輕就能夠在北平故宮工作 是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主編故宮的書畫 對五代送源各家的作品 極為留意 1933年 大概就是37歲左右了 他呢 那個故宮的作品 因為抗日的關係 所以開始南遷 童中的劉絕民先生呢 就邀請劉延濤先生呢 到上海發展 八月的時候呢 這個劉老的父親呢 去世 所以他到河南奔商 這是以前的第一次畫展的舊照片 這些很珍貴的一些舊照片 大部分都是劉冰冰女士所提供的 他都保存得非常好 可以給後來的人呢 在做研究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些參考 他第一次畫展的時候 就是夫婦兩個人很瀟灑地坐在那邊 這應該是正要部展的時候 還是策展的時候 應該是正部展的時候 1958年舉行 妻友書畫會的欣賞會 當時的妻友畫會的展覽非常重要 這個請帖是余宥任跟張祁雲先生 具名邀請的 劉延濤先生也是妻友之一 重要成員之一 正在觀看他的作品 這個打錯了 這個是哪一本書 他的上面打錯 這應該是跟張大千先生的合影 張大千先生的合影 劉延濤先生跟張大千先生的合影 都是梅蘭 不是余宥任 這個是這次有展的也很特別的 1962年 台灣第一個書法訪問團到日本 然後由政府協助啟程 劉延濤先生是十個團員之一 包括了馬壽華、姚孟虎等 而且他們創立了中國化學會 在中山堂舉辦第一次的水墨畫個展 一共有58件作品 1963年 劉延濤先生那一年獲得中國化學會頒發金絕獎 這是一個很高的殊榮 這個舊照片 余宥任有提記 52年 民國52年的時候 也是余宥任離開的前一年 11月8日參觀 劉延濤先生 劉延濤先生 就是當時參觀 劉延濤先生畫展的盛況 這個是他們的合影 從面向上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累世姻緣 不是一世姻緣 這個好像是 少年幼老跟老年幼老的感覺 這個是累世姻緣 才會如此相像 1981年的時候 劉老募集困擾 所以創作量就開始銳減 1985年4月跟張古年 在歷史博物館展出 七友畫會的延年展 就是最後一年的展覽 算是第十九屆的展覽 也就是最後一屆的展覽 從此之後 他就受到一些病痛之苦 手臂也是會痠痛 所以就在這個時候 大概就萌生的封閉的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1987年參加 勢力美術館的 當代實人術法展 包括出版了劉炎濤畫集 89年4月1日 從監察院退職 退休 98年11月4日 先去逝世 享年虛歲92歲 這是劉炎濤先生的 基本的一個生平閱歷 比較重要的重點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在協助余悠仁先生 陪伴余悠仁先生的這種 長時間的歷程裡面 對我們現在 對余悠仁先生的了解 甚至余悠仁先生的各方面 不管是書法 監察院的制度 或者是對於近現代的政治學的一些貢獻等等 這一個方方面面來講的話 余悠仁先生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例如說 劉炎濤先生追隨余悠仁三十年 協助佑朗 在標準草書的 這樣子的一個編轉的過程中 擔任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十次編修 還包括編《草書月刊》開始 然後編輯出版《中華月輔》等書 可以說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李普彤老師 也是已故的重要的一個書家李普彤 他曾經說 要研究於幼老及標準草書的開創 劉炎濤先生是最關鍵的人物 他最了解 他的用力最多 他也是最用功最客觀的學術人才 所以他當然協助余悠仁最多 那麼 一樣是監察院的秘書 也是私屬余悠仁的胡衡 他也曾經說 劉炎濤先生才真是幼老最得力的左右手 無人能取代 也許有人說 這個 胡亨先生 你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對於余悠仁先生的了解 但是他呢 就牽稱說 劉炎濤先生才是真正 余悠老最得力的左右手 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 他的感言是這樣子的 所以呢 他的那個貢獻來講 除了呢 在那個情感上面 除了在生活的照顧上面 更多的是在學術的這方面的貢獻上面 這個有一個重要的背景 就是關於為什麼標準草術要推動的 這個我們也做了一個簡述 其實從清末到民國二十年間呢 很多人呢 因為滿清的腐敗 一直到 中華民國剛建立的時候呢 百廢戴新的時候 是國力正弱的時候 國力正弱的時候 那時候有感於歐美國家的 國勢非常的強 特別是在軍事政治方面 所以有很多的文化人 學者呢 都認為說 中國必須要有很多改變的 其中呢 包括知識的結構 或者是文字 或者是文字 所以呢 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正體字啊 這個繁體字呢 太過複雜 可能不利於知識的傳播 所以就有很多的說法 有主張呢 用章草的 也有主張用簡化字的 甚至有主張用拼音的 拼音可能用注音符號拼音 或者是羅馬字拼音 這種說法就開始 封起 各種說法 都是在懷疑 或者是在不滿足於 這個中國的 國勢的衰弱 清末的康有為 梁啟超 談四頭 這都是維新運動 非常重要的一個 代表性人物 他就曾經發表過 想要推動 中國字拼音化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1920年 最重要的影響是 前選頭 他在新青年上面發表 提倡簡化字 把中國字簡化 他因為他認為 漢字的繁雜 他的繁筆呢 是學術上 教育上的一大障礙 也就是說 很難傳播的話 就沒有辦法打除文盲 那也很多人 認為這是有道理的 1923年 胡適呢 在國語月刊 的漢字改革號 的刊頭語 就這麼寫 就這麼寫說 中國的小百姓 做了一個驚人的革新事業 漢字形體的大改革 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跟提倡 破體字就是指簡化字 所以他那時候也是支持簡化的 進一步很多人是支持拼音的 也就是那個時候的 民國初年來講 一直到1920左右 那時候的學術界有很多 具有影響力的學者 支持簡化或者支持拼音化 中國文字處於一種 快要裂解的 重新被置換的一個命運 周作仁 周啟鵬 也都是這樣子的 一種簡化漢字的一種想法 但是呢 有一些有志之士 文化人認為 這個可能 不能那麼貿然的 做這樣子的改革 因為這個文化的歷史 或者是他的意涵 可能會因為過於貿然 學習歐美的經驗就中斷 所以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就是余佑任 余佑任有感於 中國文字的實用價值 包括了藝術 包括了文化 包括了歷史 所以呢 也是世界文字中呢 最優質的 最有特別的 所以他認為呢 應該把草書呢 加以整理 然後呢 加以整理以後呢 做一些創製 來讓這個草書 能夠再通勤於天下 就能夠滿足了所謂的簡化 這樣子的一個運動 這個美麗的草書如果沒有用呢 他覺得呢 是文化上的一間最重要的漢式 所以開始 編修標準草書 編修標準草書 那那個二十世紀以來呢 楷書大概就是一般人常用的 但是楷書呢 因為他的筆畫比較煩 書寫不易 所以對於初學的人呢 當然就是相對 他的知識 知識的收穫呢 就會比較慢 平日的書寫也是耗時 費力 所以草書的推動呢 有其必要 俞詠先生就認為呢 文字是人類表現思想 發展生活的工具 結構之巧琢 使用之難易 關於民族之前途者致歉 有的人不明白會認為說 他也不過就是推動草書 怎麼會跟民族的命運有關呢 如果你瞭解當時的 這樣子的一個 學術上的這種所謂的 文字改造的運動 已經迫在眉睫 中國文字可能會改為拼音化 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 這一改來講的話 以前的歷史文獻 可能年輕人 就再也看不懂了 所以就是這個 文字的閱讀不懂 文化歷史就沒有辦法傳承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當然就會關乎到 民族的競爭力 這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呢 從他的文字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當時是多麼的憂心 所以呢 這個 他覺得 就更於文字之改進 不贏餘力 就是革命之強國 所以呢 廣草書於天下 製作便利 靜文化之功能 來節省全體國民之時間 發揚民主傳統之力氣 起非當今之急物也 所以1931年 開始推動草書 急物的意思是說非常急 為什麼要非常急 趕快訂定標準的草書 然後通勤天下 最好能夠在教育體制面 體制面呢 讓年輕人開始學習 甚至讓孩子 能夠開始學習標準的草書 彼此能夠認得的 標準的草書 就是如果你不做這個運動的話 他會慢慢的變 一般性的簡化 甚至拼音化 甚至拼音化 一般胡適這些大學者 都支持簡化拼音化 那太過於急切 那就忘記了歷史以來 其實簡化的文字系統就是草書 所以草書呢 就能夠讓大家方便的 抄寫 需要有一些標準化 所以大量的時間 就做標準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整理 那有些我可能稍微略過好了 1931年呢 在上海成立草書社 32年呢 更名為標準草書社 漁遊人擔任標準草書社的社長 主持研究工作 那當時參與最重要的人 就是劉延濤先生 除了之外 包括胡公石啊 李生芳等人 可是呢 漁遊人先生最倚重的 就是劉延濤先生 表面上是做文字整理的工作 把草書呢 把它整理成範本 然後通行天下 但是呢 這個工作的背後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 關係到文字 是不是延續跟中斷的問題 如果還是以前古文字的延續 那這個文字是沒有中斷的 它只是學習了一個草化的字體 就是簡化的字體 是自古而來就有的 從今創立一個心體 或者甚至改成拼音化的時候 那就跟文字的造字的方法 跟原理就完全割裂了 就完全割裂了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施行久了以後呢 新的知識分子 就再也看不懂以前的文書嘛 因為你是用念的 用拼音的來認識的話 那以前的 以形義為主的這種漢字 你就看不懂了 那大量的傳統文獻 就變成少數的專業的學者 在做研究 那當然就是整個影響到平民百姓 整個影響到民族的認知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 所謂的柔實力 一定會大受影響的 所以呢他們這個表面上 文字的研究工作 其實背後的共同的理想 就是能夠提高民族的競爭力 應該是這樣子啦 好 那麼他們的原理原則呢 就是希望由凡而減 由難而易 由苦而樂 由分歧而統一 由虛弦而歸於實用 這樣子的一個原理原則 來揭示草書製作跟普及的 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選字的過程呢 原來呢是想要先做一部急救章 來做為範本 讓大家練習 但是呢 發現這個急救章呢 這個主要是章草 但是呢裡面呢 變化跟筆化來講 沒有辦法做到標準化 也就是說一字萬筒 這樣子的一個標準化 所以呢 而且急救章的文字文章啊 沒有那麼的流行 所以做了一陣子以後就放棄了 那第二階段呢 就是想要把草書呢 把它編成一本 王羲之的 或王羨之的 惡王的法帖 因為學術法的人 剛開始 都是會去從 王羲之或王羲之 開始學習 那作為草書法帖 讓大家習慣去學習 也是一個認識草書的 一個好方法 可是呢 這個階段裡面呢 又發現 王羲之跟王羨之的字呢 有時候不是那麼的簡化 不是那麼簡化 只用他們的文字來講的話 似乎也還不夠 所以就進入到 比較成熟的第三階段 用那個 周星氏所集的 所謂的千字文 是最為通行的一個字書 那這樣子的一個範本 然後呢 賦予草書 來通行天下 可能效率更好 所以他是慢慢轉進 那既然是用周星氏 這個 周星氏所集的千字文 就可以用各家之常 等於說歷代以來的草書呢 都可以編輯起來 加以選用 選出最適合的草書 當然有一部分 怎麼樣都還是太繁複 而不夠簡約的 那草書社的這些成員們 由宇宥任主導 然後大家開會演繹 是不是創製一個新的草書題 創一個新的草書題 所以整個千字文 一千字裡面呢 有七十三個新創的草書 這些選字 就是千字文在選字的時候 基本上也有四個原理原則 就是意識 意寫 美麗 準確 基本的四個原則 依這個四個原則呢 能夠加以取捨 那那個文字的材料呢 無論是 張 張草 或 金草 或者是狂草 都可以加以研究跟選用 那書寫的人呢 不管是有名的 沒有名的 或隱或顯 然後材料 不管是背拓 或者是墨基 或者是鑽石上面的文字 都可以拿來考究 或者是竹木檢上面的古草書 都可以拿來做選擇 最主要就是以眾人所欣賞者還供眾人之用 也就是這麼多材料 大家要用功收集 用功收集 大家來比看看 選裡面的一個古人寫過的字 看哪一個字是最簡單 看起來最漂亮 我們就選那個當作標準字 這個意思 可是取材非常廣泛 作者非常的廣 廣多這樣子 他這樣子的看法 好像是就是想要有名義基礎 所以余悠任在做事的時候 不但有學術性 而且就是有政治的思考的 有政治的思考的 是作為國家利益來思考的 絕對不是自己喜好就做的 一定要集大家的意見 集專家的意見 選的時候還要考慮到 大眾喜歡不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所以這個工作大概包括了 符號的整理原則的決定 這個我大概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就選了43個書加63個版本的千字文的作品 經過了六次的修正版 在一千字裡面 慢慢定版了以後 我們可以發現那個量 我們再整理一下量 影響最大的 影響最大的個人 就是王羲之 王羲之的草述選了211個字 其次是懷述 唐代的草述加懷述 選了124個字 還有唐代的孫過廷 選了58個字 以此類推 還有包括不知名的草述 什麼的 那些沒有作者的草述 只要美的 也一樣可以選進來 但是還是有一些字覺得 怎麼樣選都選不到 大家都覺得很OK很滿意的 就自己創制 自己創制 創制了71個字 但有重複字 有73個字 但是原創字是71個字 這些書家呢 選擇的書家很多 我就不再贅述 幾乎所有善於寫草述的名家 都被取材拿來做過比較 非常嚴謹的去收集跟比較 我舉例好了 在整個標準草述的選見過程中 每一個字都是去雙勾出來 雙勾出來 然後標寫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形態 不是 這個是自創制 那個 簽字文來講 每一個字 包括自創制 還是呢 從王羲之來還是懷恕來 在旁邊都有標列 都有標列 也意思就是說 我要發行的時候 我要讓你知道 我這個不是自己亂寫的 百分之九十九 大概都是有所本源的 非常少量的實在沒辦法 怎麼選都不夠簡潔 所以由我們這個標準草述社 來重新創製一個草述這樣 那創製的這個草述呢 有73個 那我舉其中 你們來看 我們舉幾個字為例好了 這樣就比較清楚了 那這些選擇討論 從這個表列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是很花心思的 把以前寫的 心 或者是姓 把所找的材料都排列 然後大家來討論 到底要用哪一個 那當然這個繁複的工作來講的話 那個 劉源濤先生就扮演了 非常重要的角色 應該 宇柔然先生如果 這個不主持的時候 應該劉源濤先生就是主持人 要主持大家的討論 怎麼選呢 你看有包括王羲之的 志勇的 大部分的標準字都是這樣子寫的 到了清代的趙之謙 有稍微簡化一點 有稍微簡化一點 但是草述社還是把它改成 這樣子的一個寫法 這個寫法如果你用 你用字典來查草述的字典 除了標準草述這樣寫之外 其他書家 歷代的書家是沒有這樣寫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草述社自創的 創制的草述 創制的草述 單體字呢有72個 如果重複 新這個字有兩個不同寫法 是有73個 然後他也把條例寫出來 這個凡例寫出來 就是說 只要內部對稱的 都可以用三點來代替 就是為了要簡化嘛 我說這個 為什麼會寫成這樣呢 就是說 這個太複雜了吧 我要推動讓大家快速就學 可是怎麼 總之選不到一個很簡單的 選不到一個很簡單的 所以這個寫法 有一點民俗的寫法 就是我們說 我們平常的那種 一體字的寫法 一種一體字的寫法 所以就取用 也選用這樣子的寫法 有點像這樣子的寫法 然後就選用了這樣子的寫法 變得很簡單 現在中國的簡化字 大概還是用這樣子 來做為一個新的寫法 也是受到民間書寫的影響 或者受到標準草述的影響 另外一例就是生 生硬的生 這夠簡單了 可是草述來講 歷代以來是沒有簡單到這樣 可見得他們在討論的時候 應該心裡也很糾結 好想要用王羲之的字 好想要用志勇的字 最起碼我用個王朵的字好了 可是他們寫得很美是很美 但是好像不夠簡單 這樣不夠簡單 沒有辦法變成通用的符號化 所以就自己創製了 這麼簡單的一個符號 當然這個過程中的這一些字 某部分字某些字 包括生這個字 可能文字學家有不同的看法 也許有的人會認為說 董其昌寫的這個字 已經夠簡單了 不要再剪了 但是如果要作為符號化的話 好像又不得不剪 反正可能還可以繼續研究 還有待商榷 那這個生呢 在說明上 它就是說 凡字交比比較多的上方 只要那些複雜的 一律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下面就是耳朵的耳的簡化 這樣子 所以這個字深很複雜 因為用了兩個符號 就變成這麼簡化了 那為什麼呢 它就要變成公式化 就是標準草述就是 它有一些規則 在反例裡面告訴 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我是有一個遊戲規則 你只要知道我這個遊戲規則 就知道我為什麼會寫成這個樣子 然後通力 所以又要符合以前的寫法 一定要找到以前的人的寫法 盡量用以前的 可是呢 如果裡面沒有真的很滿意的時候 就只好自創少部分 這樣子 要平衡在這之間 成為一個符號化 符號的公式化 這樣子比較好推行 這樣各位理解所謂的 標準草述這個意義吧 表面上好像就這樣寫 不難 寫起來好簡單 沒幾話就寫完了 可是這個過程還挺複雜的 所以經過了十次的修訂 這些文字裡面的內容的修訂 繁例的修訂 到第九次才完全完成 那個時候幼老都已經過去了 還繼續研究 心也是 心很複雜嘛 這勢必要簡化 不然這個心很難寫 簡化成這個樣子 就相當簡單 如果你認得這樣子 這個是什麼字的話 那寫起來就變得很簡化 也容易學好 也容易學好 但這個歷代以來的心寫得很美 但是還有一點複雜 還有一點複雜 這個也沒有辦法 所以就創製了一個心字 滿特別的 我舉幾個字 像漢代的漢字 這個也是只有草述社定出來的標準草述 是這樣寫的 歷代以來都沒有這樣寫 歷代以來 這些表列 一直到清代都沒有這樣寫 沒那麼簡化 沒那麼簡化 可是為了符號化 所以呢 在標準草述的繁例裡面 也有講到 凡是右邊是心的 魚的 井的 這一些符號 都用這個符號來代替 這個叫心字符 就把它取名為心字符 這麼多 就用一個符號就好了 不要砸啦 這樣 所以呢 這個井字符呢 就變成心字符 同用 同用 這樣就會減少很多的符號 讓它變得簡化一些 這樣 那這個字就只好有創字 意也是 意 以前的意呢 下面的云還是有寫出來的 但是它根據 歷書跟專書的字型 選用了這樣子的字 就變得比較簡化 寫藝術的意就比較好寫了 所以有的人會認為說 學書法嘛 應該要楷書寫好了 才能夠寫行書 行書寫好了 才能夠寫草書 所以呢 一輩子不敢寫草書 因為草書好像太厲害了 太藝術了這樣 但是呢 從我這個分析 你有沒有體會到 從標準草書的精神 意識意懂 簡單美麗 像這樣的原則 其實從草書入手 是非常好的 草書相對好寫 他把複雜的楷書 給簡化了 三十筆變成五六筆 你說好不好寫 當然就會比較簡單 就比較好寫了 所以也可以先寫草書 寫得讓手順了以後 再去寫楷書也是可以的 萬法歸一 不要執著 像枣 這個枣是真的有夠難寫的了 這個枣你看歷代這樣子 最簡單是這樣子的 但這個枣也看不太出來 這個枣也看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只是這樣簡化 實在是不夠簡 不夠簡 所以他就把這些符號 把它簡化成這樣子 這麼簡單 上面拉哩拉扎的 不管就寫這樣子 兩個彎就解決了 所以就變成下面的經 保留得比較完整 上面就只有兩個彎解決了 也有夠簡單 但是你就要背一下 不然突然看到這個字 還會以為是力量的量啊 還是什麼 可能猜不太出來 這個情況有70多個字 是草書社不得不簡的 當然也有一些文字學家覺得 哇 簡成這樣好不安喔 不要簡成這樣可不可以 稍微的再複雜一點點 不然會覺得好像是 不太合於造字的原理這樣 這個還是有一些學者 去商榷這幾個字啦 這也是蠻有意思的一個 一個辯證 比較有趣的我覺得 簡化的蠻好的 簡化的蠻好的就是 痘這個字 這是草書社所創的痘 上面一圈再一圈就寫下來 很像門 很像門 但以前呢 傳統的痘只有這樣子的寫法 只有這樣子的寫法 這中間我們就不說了 然後我們看 草書社的痘是這個樣子 就單獨用痘的時候是這樣子 如果是 裡面還有符號 這裡面還有符號的話 上面就是一個橫畫 一個彎的橫畫 跟門不一樣 你看這個痘 的確它這樣交纏的感覺 真的是有像古代打痘的感覺 這樣角力的感覺 這個是以前的青銅器 這個角力的樣子 然後慢慢符號化就變成文字 都有一種打痘的感覺 所以呢 他們所創製的這個字呢 除了保留痘的這個相似性之外 它還有一種交纏打痘的感覺 像這樣子創製出來的符號 我覺得就滿有時代性的 也符合了文字的原理原則 相對就比較沒有意義 而且也很優美 也很優美 好 劉延桃籤對於這個複雜的過程 我是很簡單的 可能是二十分鐘 十分鐘就 把這個所謂標準草書的這個 整個選字的過程 取捨的過程 創製的過程 從一九三一年開始 開始做研究 蒐集 蒐集 蒐集所有的材料 然後選字 討論 比較 然後創製 劉延桃先生說 當時選字的情況是這樣 千字文的每一個字 古來書家的草法 只要我們能夠看到的 就把它勾出來 然後開會審查 審查時 先將不合於原則的淘汰 再於合於原則的選用最早的作者 如果都不錯 假如都很好 最好就選最早的那個人的 把它勾下來 如果某一個草法 董其昌有 米符有 那就是選用米符的 不用董其昌的 因為米符是宋代的 米有 孫過帖也有 那就選唐代的 就不選宋代的 同理呢 如果惡王有 那就選王羲之的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這是對於最創始人的尊重 敬意 但是也有例外的 就是某一家自用太多了 我還是想要讓你知道 千字文我們用了很多材料 不是都用王羲之的 所以偶爾呢 就可以用比較晚一點的 這個是他的原理原則 讓後來的人學習能夠對歷來的作家 多所認識 可以更多認識這樣 或者前代的草法太重美式 沒有後來的便利實用的時候 採取後者 前面太複雜 很美 但是呢 不夠簡約的時候呢 就用後來的人的 所以呢 標準草書之作 本來是實用的 說起來簡單 審查的爭執也有不歡而散的 也有不歡而散的 你堅持那個 我堅持那個 就像我剛剛說的 有的人最後也許拍座而去 不行啦 我覺得這個字太簡單了 一定會被罵 但其他人說 可是這樣子不合於我們的草制法 我們總是要有一個煩力 可能就有兩個爭辯 要更簡約 或者是有的人想要維持傳統 這樣 中間會有一些爭執 你看他很直白的就表示了說 當時的審查也有爭執不歡而散的 或者累月不能解決 這個字放了一個月 大家還是沒有公認的哪一個字 這固然是余先生的民主風度所造之 難易逐漸炒出這個同仁的 工作的認真 所以他要表達的很重要 這個時候劉延濤先生 在中間穿梭跟協調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余佑任先生尊重大家的討論 尊重專業 不會說院長我拍板定論 就拍板定論了不要吵了 不會 一個月沒辦法解決的還是繼續討論 可見他在民主開放的這個態度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們的辛苦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就是劉延濤先生呢 所謂出版的草書通論 對於草書的研究 起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在抗戰時期他在上海滯留的時候 就完成了中國草書史 然後編寫草書月刊 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 日軍侵入上海 草書月刊第一期出書 因為裡面有余佑任的名字 所以就很多人去追索編者 所以一度非常的緊急 賴永仁的鄉柱化妝成商人 才得以免除這種追索追殺 1942年呢 那個二月劉延濤到重慶 余佑任問他草書史稿呢 但是他為了安全起見 不敢戴 不敢戴 所以只能就當時的記憶所及 把他寫成草書概論 由所有的出版 勝利還經 回到南京以後 草書月刊復刊 草書史呢 逐漸由月刊來發表 但是呢 經過數月呢 又因為身體患病了 不能止筆 南京陷落以後 書稿全詩 來了台灣以後呢 余佑任先生的草書 標準草書呢 第八次修正版 公諸於世 佑祖劉延濤呢 將以前的文稿再加以整理 他心心念念還是希望 有一個草書的通論 能夠讓大家閱讀 起了對於草書了解的 關鍵作用 才慢慢這樣子 在余佑任的鼓勵 跟指導之下呢 完成了草書通論 就比以前的草書史 或者是 一些以前的資料來講 就更為簡約一些 比較簡約一些 所以他把它稱為 草書通論 但是對於草書中的 重要的名家的介紹 以及脈絡草書的形成 等等這些交代 都是非常的詳實 所以對當時了解草書 學習草書 研究草書來講 起了非常重要的關鍵 余佑任呢 在他的詩裡面 就曾經這樣子寫下了 忘其以標準草書之利益 再告世人 可見得他當時推動 標準草書殷切的心情 而且呢他在詩裡面還寫到 標準草書行文字字改造 只與我合作 舉世稱美好 等於說呢 他肯定了劉延濤先生 以及其他的人 特別是劉延濤先生 跟他合作攜手 然後呢能夠把標準草書呢 完成的這種願景 就是這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 當然我就不加贅述了 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標準草書行文字字改造 只就是指 劉老 劉恩濤先生 與我合作舉世稱美好 希望這個標準草書的利益 能夠再告世人 這個是寫的 送給劉老的劉恩濤先生 這一次還來不及看 應該有展出 有嗎 這一通 對 這個可以好好地觀看 真機 這個真機雖然是一個草稿 但是是他背後的 那種比較豐富的人情味在後面 那個支持的那種人情味 這個草書通論呢很重要 是中國書法史第一本 第一本 單獨對於草書 這樣子作為研究 而且能夠廣為宣傳的 所以對於草書的研究 真的起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俞佑任呢 在提他的草書通論的序裡面 也這麼說 這個草聖連輝是以其 多君十載 共兼為春風海上 仇書日夜雨漁中必亂時 等於說呢 很感慨地回顧了 他跟劉恩濤先生在這個研究 草書的過程中的這種 合作的這種不可分割的革命情感 這個是最出版的草書通論 這個就是他所提的那個序 好 這個就是他所提的那個序 好 那當然慢慢地 因為這樣子的協助來講 俞佑任先生的重要性 慢慢為世人所知 那他草書的對於文字教育 對於這個書法生命的延續 也為大眾所推崇 所肯定 那也漸漸成為 研究俞佑任的影響成為一個顯學 當然這中間劉恩濤先生扮演 最關鍵的一個角色 那其中還包括了很重要的一些作為 就是1957年劉恩濤先生教編誘任文存 然後1964年誘老生日的時候 劉恩濤為其寫了一篇年譜 劉恩濤曾經這樣子記述說 在寫這個年譜的過程中 當然有艱辛也有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一些經驗 例如說他回顧到 這個很多重要的事情 余先生不說 也不許人說 先生不寫也不許人寫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不說不能說 不寫也不能寫的 大概也只有余佑任先生 跟劉元濤先生知道 但是你就可以想像 余佑老的氣格就是他還是希望 能夠心積和平氣守成天地功 希望大家記得那個正面的美好 望卻那個心中不平的 那些已經過往的那些仇怨吧 所以關於以前的那些 難免一定會經過的 這個政治上的一些仇怨 基本上不重要就不要寫了 他是這樣子的一個氣格 並不是要利用自己的日記 或者是利用自己的年譜 來好像就是回應自己的不滿 他並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狹隘的看法 而且是心胸非常開闊的 那余佬呢在1963年的日記裡面寫到 顏濤做我的年譜集精細 非常用功非常詳細 然後又說 顏濤將年譜做成 送到院中教我看 平心論知是一部好書 他很仔細看覺得寫得非常好 很有閱讀性 的確這個年譜我們經常去翻閱的時候 都有很多的感慨 在當時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做記錄 人事實地物都交代的相當的詳實 不過呢 又老眼看 顏濤做我的年譜已經完成了 我後段太不爭氣 年譜不深色 為世人所欽 在那個渡台之前 當然余佬任呢 是重要的革命家 是重要的政治家 甚至也是呢 帶兵遣將重要的一個司令 也是教育家 也是書法家 他呢 在短短的幾十年呢 可以說呢 驚討駭浪 重新再閱讀起來 那真的是閱讀性相當高的 是令人非常的感慨的 但是來台灣以後相對安定 也相對壓抑 好像就沒有特別什麼事情可以說 或者是有很多事情也不方便說了 所以他自己也很感慨 後半段 後半段應該就是指 渡台以後 渡台以後呢 年譜不深色 為世人所欽 所以大家就 覺得沒有什麼重要性 大家就沒有什麼重要性 所以這一段話也 也有一點點感慨 也有一點感慨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 誘導的標準是很高 其實如果就書法的工業上面來講的話 剛好在台灣的 這個 十五年的時間裡面 正好是他晚年 最元首的時間 也就是書法成就最高的時間 當然在政治的影響力 也許有民無權 也許他為了要平衡在 應該有的政治角色上 而沒有辦法完全的發揮 但是呢 他轉向於學術的 轉向於這個書法的推動來講的話 還是有目共睹的 對於藝術文化的推動 還是起了關鍵的作用 尤其他個人的 草書的一個發揮呢 正是在台灣這個時期 就是他的最高峰 最元首的時期 只是就一個大教育家 大政治家的心中來講 他不免有一點唏噓 覺得晚年的時候 就沒有像早年那麼精彩 但是他這個年補就非常重要了 就是作為了解余佑任先生的最重要 最可靠的一個材料 民國53年11月10日 余佑任先生 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 享受86歲 那麼離開了以後 他離開了以後呢 這個上委員會呢 組織編輯余佑任先生紀念集 當然最主要的主編就是 劉彥濤先生 這些出版品來講呢 就對後來的人 研究者呢 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些 參考的價值 能夠成為重要的文獻 包括了余佑任先生 末寶啊 年譜啊 文集啊 詩集這樣 末寶當然就可以看出 他的書法的風格特色 年譜就是他一生的經歷 是劉彥濤先生主筆 他主筆所編輯的 那個文集呢 包括了革命的 住宿的演講的 或者是一些文件 那早年辦報的這些文字 在報紙上發表的這些文字 都在他文集裡面 也成為重要的一個文獻 還有詩集 特別是下策呢 是由劉彥濤先生 所註解的 所註解的 這些呢都成為 研究余佑任 這個這麼重要的顯學 非常重要的一個文獻的材料 那佑老去世以後 這個劉老還是推廣 標準草書為執制 1967年出資 再重新校正出版 第十次本 七八年九四年兩度加印 兩度加印 而且非賣 純粹拿來贈送推廣 可見得他真的是高峰亮節 再回顧一下 這個大師們的照片 梅蘭三大家 五十三年六月 五十三年六月 與大千先生 炎濤老帝 同社於台灣 與佑任 五十三年六月 十一月他就離開 所以這個已經算是他 最後的親筆 然後呢 將攝影的作品 送給了劉老 應該也是劉家非常重要的一個收藏 另外這個比較特別呢 這個草稿呢 是劉延濤先生所寫的 工讀佑任先生全集完成的時候的一個限詞 一個限詞 當然裡面呢 就非常推崇了佑任的事工 我不在這邊贅述時間的關係 那這一篇呢 是那個清大的楊魯斌教授收藏的 佑任的那個 作品的選碎的其中一頁 其中一頁 那分享給大家 那個劉延濤先生所抄寫的 那除了他這樣子抄寫 經常的那個 讓世人知道佑任先生的好 佑任先生的人格高框 佑任先生對於國家的貢獻 所以當然就是加強了 學者們對於佑任先生的認識 更多的是留下了非常多的材料 讓研究的人 包括年輕的學者 還有很多的材料 可以再去閱讀 再進一步的進行研究 這方面的影響是很巨大的 包括佑任先生自己呢 也非常的肯定 所以你看 這個怎麼老師跳 包括佑任先生也自己抄寫了 劉延濤 攻讀佑任先生全集的現實 他自己也拿來當作作品抄錄 可見得是非常的肯定 也非常的欣喜 非常的安慰 他寫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他也寫了 劉延濤先生所寫的這篇文章 這個是佑老在晚年的時候 他後面寫佑任 趙陸 趙陸 那 檢選一些 這個 劉老所留下來的這些 佑任先生留給他的這些作品 都寫得非常的元厚 雄強 大方 開章 那裡面的句子呢 都充滿了一種自立 緬人 這個非常開闊的一個胸懷 手造河山不老 心同日月長明 這個小的籤條 可以看出來 他們彼此之間很 很信任的一個關係 你看他上面寫 炎濤地送上余圈圈鑽 就余佑任鑽 請將此文再悅一過 請你再看一次 能補則補之 能刪刪刪之 能刪刪刪之 唯託原稿 乃 錄一所作 這個原稿是錄一所作的 有過者 不必姑息 就請他大膽的刪 刪改 就是如此的信任他 就交給你了 你覺得不適當的 你就刪他 沒有關係 所以從這個小的籤條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彼此的信任關係 那俞倫先生多麼倚重流浪 的文筆 好像這個 直下為安 他用了直下這兩個字 就是這個小條子 請你協助完以後 你就丟著就好了 一般來講直下是由下 由上 由下對上的時候的用語 就是謙虛的用語 他居然用直下可見得 他是對於 這個 劉老師多麼的推崇 另外這個也是 這個高明僑胞送來 出印標準草書 真是想不到的事 其中不無可取之字 如所啊之啊是這些字 就是可以再研究看看 請公再詳細檢查 如有可用之字 物稀勾出 延濤地 又認 寫給劉延濤先生 可是他用 請公再詳細檢查 請您再詳細檢查 用了公這個字 多麼的謙虛 多麼的謙虛 已經不是平背的關係 就盡請你 再幫忙的意思 這麼的謙虛 可見得他是 多麼的倚重 劉延濤先生的 這個 研究的能力 跟他的文才 好 那還有一些有趣的 就是因為 劉延濤先生 除了在詩文裡面 推崇誘勞 讓大家更能夠認識誘勞 更能夠感佩誘勞 對於國家帶來的貢獻 對於書法帶來的貢獻之外 劉延濤先生也透過他 繪畫的才氣 來彰顯出 一生的一生的事工 讓余悠仁先生這個政治人物 不會覺得那麼的嚴肅 這也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那包括這個余悠仁先生 也寫給他的詩 也很有趣 看他的畫 看他的畫 留下了一首詩 他這麼寫的 對他的人 如此的肯定 那他們之間這種 這個詩有的情誼 真的是很令人讚佩 這寫得也相當的用心的 這個余悠仁先生對 這個劉延濤先生在畫上面的 這種才華的肯定 從他這個詩作裡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那畫裡面 從劉延濤先生的畫裡面 也看得出來 多少受到十套的影響 非常的簡約 線條拉得非常的長 整個用筆來講 協議流暢 那他這個款題裡面有寫到說 四十五年的時候 三月寫 余悠仁先生嘉陵江上看云歌詩意 就是寫他的詩歌的意思 畫了這張畫 就是閱讀余悠仁的詩歌 來畫這張畫的 這樣賀他的詩 用水墨畫來賀他的詩 那這樣詩文良老交揮相應 當然就會讓我們更了解到余悠仁 這個偉大的人物 當然從而我們也不能忘記 劉延濤先生的才華 劉延濤先生對於學術的言解 以及劉延濤先生 在我們前輩藝術家裡面的重要性 到了晚年也還是 到了晚年也還是 他送給他的八十三歲 已經接近到最後的生日的祝壽的一張畫 上面寫著 不負天人戰 常懷萬足春 詩篇真富貴 生活老平民 五十年三月的時候 用畫來送給他 來祝壽他 所以在他們情誼之間 就不是只是生硬的 很嚴肅的標準草書 這個概念而已 還包括了生活的照應 還有詩畫 書畫之間的情誼 然後整個可以滋潤了 他們之間的藝術的 這樣子的一個才華 劉延濤先生在 對於劉延先生 對於他離開以後 對他的一個盡道之意 他悼念他的時候 他這樣子的回顧說 我出到監察院 是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 一個大學畢業的學生 而先生不以年輕來親我 不以了數代無 等於說是情誼在師友之間 在非常要好的朋友之間 三十年來受教於先生 受惠於先生 不可慶祝 我將何以報先生乎 非常的感動 因為余先生對他來講 可能像兄弟 可能像學生 可能像家人 完全是融於一體的 望年之交 所以劉延濤先生對幼老的 辱目之情 異於言表 感人之深 而這種感動來講的話 我覺得甚至感染了 他們的下一代 像劉彬彬老師 劉彬彬女士他們 也一樣受到這種 前人風範的影響 這種情感的這種感動來講 一直到現在 都還是深深令我們所感動的 再回顧到最後 劉彬彬先生到青田街 九號 余幼任的故居 一起合影 一起合影的 拜壽之後 一起合影的 這樣子的一個老照片 雖然呢 余幼任先生那時候 已經有一點不良於行了 身體也相對比較殘弱一些了 但是呢 他們的背後 的確 這個 融色了非常多非常多 以前的 那個歲月故事 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光華 都不應該讓我們遺忘的 那絕對不是僅僅我今天 所能夠詮釋的這一些 那希望今天的這個議題呢 從微觀的地方 看到劉彬彬先生的細膩之處 然後呢 在宏觀的地方 看到良老對藝術的堅持 以及對於我們 文化社會的一個貢獻 都能夠在這個下午 帶給大家 很不錯的思考 很深刻的一些體悟 好 謝謝大家 謝謝